台湾在世界上是一個國際的利益 實際上 台湾人們都證明到世界上 希望 勇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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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夠建立一個平靜的未來 甚至在你面對的挑戰 現在更多 美國的聯繫與台湾的聯繫是重要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帶來的訊息 我們這次來訪的所有的美國的議員 主席總統 我認為是重要的 提醒大家 和別人訊息 我們在這裡 43年前 跟台湾聯繫 美國做了一個寶寶的寶寶 永遠與台湾在一起 在這個強硬的基礎 我們建立了一個活躍的聯繫 在我們共同的價值 自治的政府和自治的 自治的 在我們共同的安全 在地區和世界上 在世界上 在我們全民的責任 責任的責任 責任的責任 在我們所有人的責任 責任的責任 川普的決定要保持民主義在台灣和全世界上的決定